因為其實前陣子你知道 大家要知道 憲哥得了結石 那是聖結石 好... 然後小鐘變長寶寶 因為他... 不好意思... 然後艾莎變成... 艾莎變台灣媳婦 因為他結婚 乃哥比戲不好因為他... 今天我們的玩笑 就講到這裡啦 小甜甜她還是要帶來她瘦身的紀念 妳認為為什麼真的 因為結石... 結石就是不吃東西嘛 因為我以前啊 在最早第一次接觸減肥的時候 就國小五年級 然後那時候... 對 很早 所以我才都沒有長高 不然我本來可以長很高 妳那時候就很胖了嘛 對 因為我是從小就胖到大了 很胖的體質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心想說 不吃東西好像可以瘦得很快 就試試看 然後我真的就不吃不吃 確實瘦得很快 而且那時候又年輕 所以我三個多月 減了三十幾公斤 就是不吃不喝 那很OK啊 不OK 因為我的人生裡面呢 就動不動 就會升起升到一半 是真的那個升起喔 然後升到一半就昏倒 然後上課上到一半就會 血糖太低 妳就會這樣子啪 就昏倒 所以身體都變得不對了 因為結石的關係 變得我腸胃壞掉 不知道該怎麼樣製造大便了 真的 因為妳沒有東西進去 對 這是真的 忘了製造大便 我的腸子已經覺得說 我沒有這個功能 再講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OK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對 然後後來之後雖然瘦了 但是... 不是 我要講這個 讓大家知道我是真 真的是知道的 然後呢 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人實在不可能一直結石 但當你正常吃 你只是吃平常的分量之後 你就雙倍的回來了 我一天吃正常 2公斤 一天吃這樣 2公斤 然後三個多月 就胖了快40公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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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